阿里巴巴等多间互联网平台 日前被商务部以指导会议息 指导社区团购秩序 内地传媒报道说 社区团购用低价补贴的手法来吸引消费者 令到小商户大手打击 住北京记者郭永 殷伯 这些社区团购自提点近几个月 在内地开到整行整市 社区团购是近几年才出现 今年初爆发生冠肺炎疫情 改变了大众的消费习惯 令到它大行其道 社区团购是以社区做单位 平台招募社区便利店店主等做团长 向社区居民推荐团购的商品 到货之后居民自行取货 阿里巴巴迪迪等企业巨头 今年都相计加入分一杯羹 这些大企业都会用超抵较 甚至是涉本价来吸引消费者 例如一个原价16元人民币的蜜瓜 就减价到大概6元 被外界认为是赶着小商户和小型超市 有传统街市的当主就直指 社区团购对他们的冲击很大 部分北京的市民认为社区团购不属于垄断 针对垄断的质疑 商务部日前召开指导会 邀请阿里巴巴、京东等6家网络企业 要求遵守多项社区团购经营守则 其中包括不得通过低价倾销等方式 滥用自主定价权 有业内人士认为守则有利促进公平竞争 和中小企业生存 近期官方不断发出加强反垄断讯号 月中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就提出加强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罪扩张 外地不少新兴行业都是由一些大型的互联网平台经营 好像共享单车 北京现时就有这三款 他们价钱一样都是每半小时收个半人民币 如果他们有达成限制竞争等的协议 就可能违反反垄断法 无线电视驻北京记者郭荣恩报道